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四次臺灣 那麼在這一週當中 我們特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靖怡 朱彥士 來跟我們共同探討一個題目 找回臺灣經濟正義跟活力 我相信他最近剛剛出版的新書 這本新書當中 他點出了臺灣非常多的關鍵的問題 他說臺灣的經濟的問題 不在景氣 而是在沒有產業的轉型 這過去來講 我們看到臺灣也非常多 大家對降低成本cost down 大家非常的在行 但是在進入到創新的經濟當中 臺灣在整個發展當中 看起來我們是掉對的 那麼今天我們有深入的 來對臺灣未來的問題 深入的探討跟解答 那麼在進入討論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禮拜其實最大的焦點 那麼民進黨的黨主席蔡英文 那麼宣誓參選 那麼這是他正式得到 民進黨提名之後 他正式要繳足2016年的總統 那麼下一個總統到底如何帶領臺灣 真正走出新的出路 那麼在同樣在這幾天 美國的民主黨的候選人希拉蕊 也宣布要參選 所以在全球的領導人慢慢 那女性化的過程當中 美國跟臺灣有沒有機會成為女性的領導人 那麼這是全球大家都矚目的焦點 那麼我們來看在這一週當中 大家都在講臺灣的這個空轉 跟臺灣的邊緣化 股市的邊緣化 現在壓力正在加大當中 我們看到在這兩個禮拜 因為大陸跟香港的股市大漲 那麼現在大家回頭看 臺灣有相對大的壓力 那這禮拜曾明中主委特別講 臺股今年成交量大概在一千二到一千三 那他特別提出證交稅稅率太高 那麼研究上這個大家的解答都不同 有人認為臺股現在陷入低迷 證守稅是元凶 那他所提到證交稅太高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到目前為止到四月十五號 全球股市大概有個排行榜 漲幅第一名是上海股市 這個是深圳股市 它的漲幅四十八點零八 那麼上海股市 那麼到十五號為止百分之二十六點二六 香港股市上漲百分之四七 那麼尤其在成交量 在大陸的深圳跟上海跟香港 成交量都大的驚人 在上個禮拜大陸的深圳跟上海股市 成交量達到一兆五千兩百五十 人民幣 那麼換算台幣大概是七點七四兆台幣 那麼香港股市在上個禮拜 成交量是七千六百二十七億港幣 那麼換算台幣超過三兆以上 那麼台股的交易量是三千七百二十六億台幣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比例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在香港股市 三兆台幣 那麼大約是台股一個半月的成交量 那大陸的這個一個禮拜的成交量 大約是二十八兆新台幣 那二十八兆超過台股一整年的交易量 我們看到台股在今年到現在為止漲幅大約百分之二點五 但是全世界它出現一個全世界的大象都在跳舞的景象 我們來看除了大陸的股市大漲之外 美國股市連續漲勢進入第七年 今年的漲幅大約百分之二點八 但是歐洲在QE的推波駐南之下 所有的歐洲股市都大幅的上漲 那麼德國股市今年大漲百分之二十四點七三 義大利上漲百分之二十四點九 而愛爾蘭是漲了二十五 另外葡萄牙漲了百分之三十點八 大致上來講 所有歐洲股市漲幅都超過兩成以上 而日本的日經指數 這個禮拜它是拉升到兩萬零六點 那麼今年的漲幅百分之十三點八六 南韓是十點六六 大致上來講 全球股市在今年全面都上漲 台股市全世界大概論漲幅是最後一名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在當大家看到香港的這種風狗浪 那個資金大行情出來的時候 台灣的股民相對感到落寞 而這個也是大家可以感受到 在這一輪當中 現在全世界都出現一個景氣沒有明顯拉升 但是股價大漲的現象 大陸現在出現一個狀況 是經濟的下滑壓力增大了 他講的客牆指數開著亮紅燈了 關鍵是大陸的這個 整個鐵路貨運的這個跌幅 創了六年新高 那我們看到幾個指數 進出口的數據表現也很差 大陸三月份的出口大幅衰退 所以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是大約百分之七 所以大概今年有降到六點五趴的壓力 所以我們大概最近看到 中國股市連番上漲 但是它是有一種資金行情跟基本面關聯不大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概可以感受到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一個比較大的狀況是 台灣的金融帳的淨流出連續十八季 那麼它淨流出的金額達到一千六百八十三億 大約五點三兆新台幣 那這個也是台股現在真正感受到全身華麗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麼我想今天我們的特別來賓是中央研究院的驗室 朱敬一 朱院士他長期關懷台灣的經濟發展 他也做過這個國科會的主委 那麼大家在這幾年當中也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他發表很多的專問 那麼我想今天難得有機會他在出版新書的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特別邀請他朱院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跟大家來談談台灣的經濟正義跟活力到底如何找回來 尤其我們現在可以看到2016年的總統大選 那麼現在馬總統的任期進入最後一年 那麼台灣又開始進入到這個所有英雄大家逐鹿中原的關鍵時刻 那台灣在這幾年當中大家都感覺到悶 但是這個悶當中到底我們問題發生在哪裡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朱院士 朱院士好 金河兄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一開始還是先來介紹你的新書 我大概最近把你的書都讀完了 這個裡面我印象深刻大概就是 一個是特別提到台灣的現在的從過去 大家要認清經濟的問題的根源 一方面你講到轉型不順 這個轉型不順就大概我們過去段時間 因為大陸市場起來之後 眾多台商到大陸去設廠 所以我們對Costdown大家很有概念 但是開始要轉型到創新經濟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這上面真正得分是有限的 所以台灣的薪水沒有辦法顯著的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海外接單 這種比例已經高達51.5%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把薪水壓得很低 而台商出走之後也衍生很多的後遺症 包括沙裔返鄉 你講這個沙裔返鄉造成很多的後遺症 包括像康事務的這個會油的事件 這個甲油的事件 讓大家都非常不舒服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全球化之後 富人佔盡優勢 那現在1%對99%的這種現象 不斷的在蔓延 那你也批評到過去很多的這個減稅的 這個不當的這個政策 那我想台灣很多環節 我們現在很多的悶 我台灣的經濟的困難跟正義 轉型正義 我相信你在書裡面都有很大的蝙蝠在批評這個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一個小時的時間要跟驗室好好來談談你的書 然後你這本書這個地方的出版跟你在書裡面很多比較重要的觀點 我想我大概簡單剛剛稍微開個開個頭 那我想請你來跟我們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好嗎 OK 寫這個書的動機一部分是因為去年太陽花學運 太陽花學運可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可是到最後有大概50萬人上街 那這個大家心裡面的怨恨大概是滿實在的 所以它太陽花學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因為審查 福茂幾十秒通過 但是能夠促成50萬人上街大概背後的那個怨恨是很深的 所以民怨積慎 對 民怨積慎累積很多 所以我大概就從幾個面向去了解這個怨恨大概怎麼來的 薪資一直沒有漲 對 所得分配越來越惡化 教育的流動機會不好 房價一直在漲 產業轉型一直不順 那把這些事情呢做一個整理 最後大概歸納出一些可能的根本原因 可能就是主持人剛剛提到的產業轉型 對 那這是寫這個書的一個背景 其實剛才主持人也提到總統大選立法院政治等等 對 我認為台灣太花時間在政治上面 對 我認為經濟對我來講它的重要性是這樣子的 就是台灣內部對於什麼一國兩制兩國一制 什麼一國幾制一中一台等等有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看法呢很分歧 而且短期之內大概不太容易很快的凝聚一些東西 但是我始終感覺說台灣的社會對那個深度的思維 大家都不太有感興趣 但是對服務面上的東西大家 其實你可以看到 比方說我們有一段時間打磁劑大概打了一個月 那之後呢打APA氣 大概你每天打開電視都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這段時間其實有很多大事啊 那是好像台灣一般老百姓對世界發生的大事 我們好像都莫不關心 那最近包括像郭董去告周易寇牽涉到三億難 到底是誰 其實那個是很小的事啊 但是我們大概打開電視每天都是這個 所以大概說你會發現台灣在很多細微的事情上 我們花太多時間 但是真正有一些深度要思維的東西 讓大家都輕輕列過 這個是蠻嚴重的 我想我們都同意對台灣非常關鍵的就是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大部分人把它看成一個政治的 但是我是把它看成經濟的 我認為兩岸的關係要好好的發展 就是最好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間 不要此消彼長 不要對岸走得很快我們再停止 最少我們要和對岸是平行的在成長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持續保持台灣的發言權 在這個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間就幫台灣找回凝聚共識的時間 所以經濟發展就是時間 所以我認為這是非常關鍵 所以這是寫著這本書的兩個 一個是太陽化學運的背景 另外一個是幫 透過經濟的改善 去幫台灣爭取更多的時間 假如我們就從你的書開始講那個轉型不順 我們就要談起 就是說從1990年之後 眾多台商到大陸去耕耘播種 那剛開始很多傳統產業都起來了 後期大概2000年之後 電子也都去了 所以現在海外界端有51%以上 而這種產業轉型 對台灣來講傷害最大就是說 在那個關鍵20年 應該是台商要在技術創新 領先全世界的時候 要融入世界的經濟體 但我們是減入了中國的經濟體 那在它激起很低的情況之下 大家享受很廉價的中國的廉價勞力之後 忘記轉型 或是你沒有心要去轉型 等到全世界已經跑一大段以後 現在大陸的工資也高了 那台商因為這幾年 你已經吃慣了大陸的廉價勞力的好處了 現在要開始 你說大陸工資也貴了 大家已經慢慢失去競爭力了 回頭百年時你發現你的技術沒有升級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有很多的瓶頸 大概都出來了 所以你在書裡面提到一個 我們在效率經濟表現很好 但是在創新經濟 我們現在華散可乘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將來你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我們到底下一步怎麼辦 台灣比較不利的就是我們剛剛90年 90年就是我們要從效率經濟慢慢走向創新經濟 可是90年也是對岸慢慢地從一開始的經濟發展出奇走進效率經濟 所以它要發展效率經濟的時候我們剛好要退出效率經濟 那對於廠商而言它很自然 它如果有個地方能夠蓄超就業 蓄超就業它幹嘛要花力氣去做創新 創新不見得會成功 所以很多的電腦代工本來是可以走向雲端等等 它就不想要走了它就走過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麻煩 這是所有台灣 這也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 全世界的經濟如果在全球化之下 你碰到有地方能夠廉價的勞務外包 你一定就外包給它 我們這個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其實是一種極端的勞務外包 把整個工廠都移過去 這是比較極端的 那當然中國大陸對於我們同文同種的華人 在台灣的華人是有比一般國家更大的吸引力 比如說韓國它要去跟我們要去 總是隔閡大一點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困境 就是說它對我們那邊的磁吸效果太大了 你將來無論如何還是要往創新經濟走 那這個說來我們有時間可以去好好討論 所以我覺得要提醒兩個 第一個無論如何要往創新經濟走 第二個不要因為全球化 給我們帶來這些不好的後果 就是說我要拒絕全球化 這個做不到的 是 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也談到這個在首得分配跟租稅的正義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個像台灣的電子業的發展 我們早期從李國鼎時代以後 我們有很多的獎勵投資條例 所以電子業你只要名字有個科技 大概可以拿到很多的這個 你看那個時候包括獎勵投資裡面的一個投資抵減 這個投資抵減有多大呢 投資抵減是你投資的金額去減掉你的納稅的金額 你已經前面擴大很多毛鵝了 後面投出來的金額 減完以後大部分其實都不要繳稅 一個個人在獎勵投資條例的投資抵減的向下 他享受非常大量的駐稅抵減 那公司呢 他有獎勵投資條例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般的傳統產業 他過去像我們營業稅25% 傳統產業都繳到25% 但是很多電子業很可能連10%都沒有 所以你如果像兩歲合一抵扣力 那很多傳統產業抵扣力高 但是電子業抵扣力很低 那原則上他享受的這個租稅的獎勵 到現在為止這個金額還是很大 所以在這個租稅的應用當中 我們先從產業的這個租稅減免這一項談起 你在書裡面其實我發現是 花了很大的蝙蝠在談這種 過去這20年當中 台灣有非常多的減稅 這個稅減到最後是毫無彰化可言 所以我們如果就產業來講 你看到台灣後來很多人 乾脆什麼紡織業也改成科技公司 那因為為什麼大家希望 去拿到這個獎勵的投資的獎勵 所以這樣的一個租源勿用之後 現在它產生很多的一些狀況 我想這個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稍微回來之後 我要在這個整個租稅上 我們跟租院士好好來暢談一下 台灣其實在這種該減不該減 大家其實沒有一個方寸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過去的這個租稅的 包括要怎麼減或怎麼加 都非常草率 立法院大家表決一下 那你要知道 租稅是經濟活動 非常重要的一項遊戲規則 那你該減的你減錯了 或是該加的加錯了 其實它都有很大後遺症 那我想這個回來 我們在針對這個產業轉型當中 它所引發的台灣的這個 其實後面的公平性 都跟租稅有關 回來我想這個 住院士在書裡面 所謂經濟爭議跟這個章節有關 我們下個單元 要認真來討論這個 這個主題 稍微回來 我一摔杯子 你們就動手 zob 你嗎 是很嚴重啊